欧洲出境旅游市场已经全面的复苏了 其中意大利就是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欧洲国家 通过数据分析 从去年年底开始 国内欧洲游市场回暖 2017年第一季度 意大利罗马成为中国游客 最受欢迎的欧洲目的地城市 业美人士认为 2018年赴欧洲的中国游客 很可能实现较大增长 我们希望我们的期望 在这一方向 研究还指出 中国游客赴欧旅行 已经一改以往多国游的行程 开始逐步追求品质和舒适的旅游体验 其中一国两国深路游 在2017年第一季度 就表现出较好的势头 实现了50%以上的增长 业美人士指出 虽然中国人跟团游 在欧洲市场仍是主要的旅游行事 但随着更多的年轻人 年轻家庭访问意大利 中国游客对路线个性化的需求 预计将会增多 是欧洲旅游业难以回避的问题之一 专家分析近两年针对机场旅游景点热闹街区等多起恐怖袭击 使得中国游客在一定程度上对欧洲缺乏安全感 因此保障安全是进一步推动